只要碰到事情 那麼就甩掉 而且是肥貓農委會啊 連續兩天到立法院備詢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留給立委們的疑惑卻越來越大 我能講的我知道的就是這樣啊 你能講的所以有很多你不能講的 不是 我能講的我知道的都已經講了 就這樣而已 所以難怪你昨天一整天也很準啊 因為你有很多不能講 掛羊頭賣狗肉 你這句話沒辦法接受 不僅萊豬議題讓委員不滿意 俠下水土保持局台中分局官員 涉嫌集體收賄喝花酒弊案 遭平面媒體踢爆不降反身 委屋主管科長全部都已經調離會主管職 負責督導的分局長直接調離縣職 特定媒體今天的報導完全的不符合 從這個10到11職等變成11職等 升天聚烈不是升職 那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怪賈訊習慣媒體但農委會 還多的是包袱未解 立委挖住109年度農產品 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中 大名鼎鼎的科學人士漸進編列其中 大內宣當農損不打緊 農委會2019年的出國研修費 也被立法院預算中心公佈 決算超支了1233萬 比起農委會 陳吉仲似乎更像經管會主委 總跟錢脫離不了關係 就是因為農委會的業務太多 我們新南向的業務 我們配合外交部執行許多邦交國的業務 都沒有在所謂的 做大內宣宣傳農委會什麼的正經 因為農民自己可以體會 我們是在針對那一些錯誤的假消息 在影響到國內市場 二度對戰在野黨立委 陳吉仲繼續唇槍舌戰 但繞了一圈 依舊無解 紫陽七號李佩萱 下午台報導